以色列军方23号晚间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袭击地点位于一处住宅区 当地消防人员到场进行清理工作 据报袭击导致一栋建筑物和一辆汽车受损 以军称目标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卡拉基 真主党随后回应称卡拉基安好 已转移至安全地点 当天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东部的贝卡古地 及其附近的巴勒贝克等地 摧毁真主党的火箭弹 导弹 发射器 无人机和基础设施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23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打击超过1300个真主党目标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宣布 以军扩大对黎巴嫩各地实业派真主党目标的打击 包括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及武器库 以军称 23号晚间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 拦截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火箭弹 当晚 黎巴嫩真主党称 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火箭弹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乎 23号表示 以军将改变北部战线的安全平衡和力量平衡 以军当天向贝鲁特和其他地区的黎巴嫩民众发送手机短信 警告以军将实施大规模精确打击 敦促平民离开真主党活动地区 黎巴嫩信息部长表示 他的办公室成员也收到一条这样的信息 并将其称之为以色列发动的心理战 数以万计的黎巴嫩民众 23号从南部向首都贝鲁特和北部地区紧急撤离 造成大面积交通堵塞 黎巴嫩当局下令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 从周二开始关闭 变为避难所 用来安置从南部迁移而来的流离失所的民众 还有不少民众担忧局势变化 战争一触即发 贝鲁特附近的加油站挤满车辆 民众排队加油 在贝鲁特南部的海勒戴镇 人们在超市门前大排长龙 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